大家好,我是吉松老师 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虚虚短,没什么力气 空气感很重,有点虚无缥缈的感觉 那这样的声音其实不仅很难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它没办法唱很久 这跟我们这次的视频主题漏气的声音有很大的关系 漏气的声音其实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征兆 首先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连讲话都很容易破音 那再来就是唱歌的时候会常觉得自己好像气不够 声音虚虚的漏气的感觉非常严重 那另外就是你的声音会觉得不扎实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力气的感觉 你在音量的使用上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很明显的就是你去KTV唱歌的时候声音常常被吃掉 那遇到低音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下不去,声音变得好松散 声音糊在一片,听不清楚 那唱久了都会觉得喉咙好像非常容易累 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其实就是你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太过用力 让两个声带的距离打得太开了 导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状况一直发生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其实是 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天生讲话或唱歌的声音就是这么的气音 但其实这个现象可能是你从小到大养成的发声习惯 也有可能是你生活环境周遭呢 你模仿别人讲话的声音所养成的 重点呢其实是这样的声音其实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那大家试着把两根手指头比一 放到嘴巴前面差不多鼻子的宽度 试着讲出 检查一下自己在讲 检查一下自己在讲检检检的时候 有没有把嘴巴往左右两边扩张变成 检检检 检检检 假如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一定要先限制自己把字 讲在两只手指头的范围里面 听起来像这样 检检检 检检检 那你会发现你做得比较对的时候呢 声音听起来比较集中的感觉 那我再做一次 从比较不对的做到比较对的检 听起来像这样哦 检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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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检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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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 声带会回到一个比较自然被吹动的状态 所以呢你会发现 做得比较对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的样貌呢 也会比较全面一点 那一样呢我们可以把它带入音间做练习 比如说 我们把G搭进去 再做 你一定要先把两只手指头摆在嘴巴前面 确保自己不会变成 的时候再把手拿下来 我们再做一次 当你习惯这个动作之后啊 我们可以把手拿下来 然后试着做做看这样子 检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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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2 3 4 5 6 7 没错就是把数字把它讲过去一遍 再一次哦 检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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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2 3 4 5 6 7 然后呢 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自己 发现有没有 自己有没有嘴巴往左右两边扩张的感觉在发生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一定要常常要求自己 无论是在讲话或是唱歌的时候 都能做到这个样子 那你会渐渐的发现呢 无论是在讲话或是唱歌的时候 那出声音都会变得轻松许多 那声音呢 也会变得非常清楚 那以上呢 是我们这次的video主题 漏气的声音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拜拜 欲望